士官早上包着纱布 躺在病床上 看起来有点虚弱 他是海湖浅舰训练意外中 受伤的官兵之一 22号清晨先送一治疗 国防部长邱国正 22号下午赶到国军 左营总医院探视受伤官兵 刚才到这边看到五位 受伤病兵 我给他们表达关切之意 后续有关于失踪人员 我会尽全力来做一个搜救 也让社会造成很大的关切 心中也表达很大的歉意 海湖浅舰进行常态性战训 却发生落水意外 尽管当时落水人员都有穿救生衣 但海巷相当恶劣 真的得要把握时间救援 画了七个区块 而且帮我们一到来收救 有海巡的 有我们自己空军的 有交通部员船舰 他可以标定出 这浮标下在哪里的 都在帮忙 所以这个洋流跟一片海底的流 他有一些方向不一样 但都纳入考虑 所以这个搜救范围 依据这考量的来做一个布设 国军和海巡分别在高雄屏东 还有小琉球等海域扩大搜索 也不排除往澎湖的方向搜寻 搜救行动持续跟时间赛跑 最新闻杜孕杰 李益青 杨树武